《西行记》最新剧情中由于孙悟空的魂魄才放出来,所以它是没有尸体的。 最终孙悟空只有附身在白狼身上,所以这个孙悟空是白狼悟空。 而白狼实际上是狼妖,狼妖只是一个小妖,远远比不上孙悟空,因此孙悟空在狼妖身上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真正战斗力。 虽说如此,但是从打斗戏分来看,即使现在的孙悟空是借用了小狼妖的身体,但是战斗力丝毫不输天界最强神将。 甚至在战斗过程中,还有碾压三眼神将的事态,无论是金弓棒还是重拳打中三眼神将,这些都证明孙悟空的实力比三眼神将要强很多。 在战斗之后孙悟空曾经提到,现在剑狼妖的身体,自己是无法很好发挥出自己的实力,目前只能发挥1%的战力。 而刚好是这1%的力量,就足以应对三眼神将。 由此,看来,孙悟空的强大简直让人害怕。 如果是100%发挥出实力,三眼神将岂不是要被虐爆? 当然,这也说明孙悟空至少比三眼神将强100倍。 虽说孙悟空比三眼神将强悍,这点是无庸置疑的。 但是强100倍也太可怕了,果然大妖就是大妖,即使三眼神将实力强悍至极,但是在孙悟空面前似乎也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。